再來看 福利賓是指控中國 在南海 黃岩島 府軍的經營海峽 是有政障障礙部 早知福利賓的 時尊立去領海 福利賓 協助指控他們到這裡領海 以及中國海境關照 在嚴重影響他們的管理和生活 我先審的介紹 協助中國海警單位 在南海 黃岩島府軍的經營海峽 卻沒有設置漂浮障礙部 讓福利賓的市民 沒有辦法進去領海 福利賓的海 黃岩島府軍的 表示在你的立行順路期間 在這個海峽發現漂浮 海峽 還會等到三百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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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利賓的市民也說 只要想要去這個地方領海 就要讓中國海境關照 前幾乎有市民的市場 百貨人承諾 嚴重不斷市民領海的管理 也會影響他們的生活 福利賓政府上禮拜百花壓批 只控中國在南海地区 大規模破壞環境 造成大量的十五大筆劃 因為中國是電腦要求福利賓 關鍵早在南海地匯發 可待的觀感 不要利用虛構的信息 編排政治鬧劇 如果非方真的關心 南海的生態環境 就應當儘快拖走在 仁愛礁非法做攤的軍艦 停止向海洋排放污水 防止持續生鏽的軍艦 對海洋造成不可逆轉的損害 其實這邊發現 漂浮中海不正義的五岸島 是在菲律賓路上島 水平240公里 在中國海南島有900公里 根據1980年 國際聯合國海洋法公有 世界各國 日月海洋200海里 差不多370公里來 逐聯資源有關合款 但是中國是說 在幾月南海都有支款 並且在2010年 在菲律賓的村來 得到五岸島的控制款 宮西新聞 李宁彭宇